为什么不加入索米冲锋枪 索米冲锋枪是二战期间芬兰研制生产的 在当时和之后都颇具影响力 为什么吃鸡不加入呢 原因有三个 一优点太强了 索米冲锋枪又叫索米M1931冲锋枪 是1931年开始服役的 虽然是一把很老的枪械了 但它的优点可是太突出了 很多游戏里的冲锋枪根本比不上 首先是弹容量 它采用的是72发的超大弹鼓 目前冲锋枪弹容量最高的是眼流的53发 索米冲锋枪以上来就是72发 太夸张了 其次是它的射速 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900发 也就是每秒15发 这个射速已经算是冲锋枪中等了 最后它的稳定性还非常好 这样一把武器不能贸然上线 是会改变游戏格局的 二缺点太明显 虽然它的优点很突出 但缺点也同样明显 它的重量实在太重了 装上72发的弹鼓之后 全重达到了6.2千克 游戏里真加入肯定要考虑降低手势移速 所以这一点需要斟酌 三能上线的冲锋枪太多 其实冲锋枪在现实有非常多 不一定就非要上线二战时的冲锋枪 况且已经有二战时的冲锋枪汤姆逊了 不如上线一些其他年代的冲锋枪